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悠久的国家当中存在着许多才智出众的人 那么下面就来讲讲中国历史上的六大鬼才 江子牙勉强挤入其中 而诸葛亮更是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 人们往往都会比较崇拜天才 然而却会比较忌惮鬼才 那么天才和鬼才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呢 首先天才和鬼才都是指的那些才智非常人能比的人 他们都能够解决那些对于一般人来说十分困难的事 然后天才是说那些能够用一些意料当中的办法去解决麻烦 他们不会突然其思妙想 让人措手不及 然而鬼才就恰恰相反 他们完全不按常规出牌 常常另辟蹊径 但是却又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同时也能够完美的解决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鬼才比天才更加令人害怕 那么在中国历史中如此多的名人里又有哪些能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六大鬼才呢 首先三国时期被众人频频称赞的朱克亮 他完全没有资格解入其中 要说他的智谋确实令人佩服 只不过他仅仅能够被人称之为天才 要说鬼才的话 他确实还不够格 连朱克亮都没能进入其中 那这六大鬼才的有多厉害啊 下面就来好好讲讲中国历史上的六大鬼才 还在第六位的就是商朝末年的江子牙 说起他大概传的最为人知 那就是一个江泰公钓鱼院者上钩的先后御郎 事实上他还是一个非常聪贵的人 尤其是体现在排兵部镇上 少有人能及 不仅如此 他在政治思想上也非常超前 甚至被人奉为百家宗师 还在第五位的就是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 说起张三丰就不得不提他创造的太极拳 以及从太极拳中领悟不创造出的太极剑这两种武学 直到现在这两种武学 也被称为两生功法里的顶尖武学 而张三丰一生也追求以柔克刚 像有新生 所以他活得非常久 还在第四位的是春修时期 其还宫的在相馆仲 管仲是一位十分有手段的人 他从被齐桓公任用开始 他在齐国境内大兴改革 不仅让齐国变得富庶 还让齐国的军事得到了发展 不仅如此 他还制定了娼妓制度 在思想上也贡献众多 被尊称为法家先驱 排在第三位的是道家的先驱人物老子 老子本名黎尔 他一生的贡献极多 在哲学与思想上 他留下了道德经的著作 其中记录了大量的辩证为物主义的论据 在政治权术上 主张无为而至 物极必反的观点 正因为他在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所以被世人诸多崇拜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唐代的道士元天罡 据说元天罡他在像树上 有着很高的天赋 他十分擅长补卦 而且他补的卦都很准确 几乎没有错过 他甚至连他自己何时死 如何死都算出来了 同时 他在玄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 为后人学习玄学提供的方便 排在榜首的就是精通百家学问的鬼骨子 鬼骨子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培养出来的徒弟 各个都是人才 称起来战国时期各国的颜面 但是人连他何时生何时死都不知晓 但他却在学术上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得不说他这榜首名副七十 鬼骨子 元天罡 老子 江子雅等人 能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六大鬼才 他们的能力无庸置疑 那么在你的心中谁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呢 本门由周周说历史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一起掌知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